今夜烧进了军中 有叫招员反应 确诊之后 却疑似遭到了丢包 那么民进党立委何志伟 为此还在立法院 与国防部长邱国正拍桌互呛 场面相当火爆 但是防疫大作战 还是需要国军的支援 那么现在指挥中心 就向国防部请求支援 350个人到1922防疫专线 来帮忙接电话 要临选具有大学学历 EQ高 耐骂不回嘴的士官兵 来帮忙接电话 不过国军的勤务 非常的繁忙 有立委就要邱国正 勇敢地向指挥中心说不 不过邱国正回应 防疫事同作战 国军择无旁贷 内心安抚民众不安情绪 确准人数爆量 资讯专线1922人员 电话天天接到手软 电话量增加很多 但是我们的同仁 还是会尽力地帮忙民众 专员压力山大 满线还会造成民怨 人力缺口怎么补 指挥中心想到从国军临选 条件是具大学学历 EQ高耐骂不回嘴的士官兵 放下枪炮改拿话筒支援 大量的不足 跟国防部也申请了350人的资源的人力 请部长跟指挥中心说不 我们有什么力来顺受这种感觉 我们事实上军民本来就一体 我并没有去懒这个工作 但这些工作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会分批 耐心回应立委马文军 针对支援1922一律 但遇上何志伟质询这题 邱部长的EQ却突然下线 人家生病就把人家踢掉 直接丢包 我原来不要这样讲 那个状况部长还不知道 你们在干什么啊 我为什么不能拍桌子 何志伟拍桌质询 有教教员陈勤在营区快篩阳性 马上被送往医院丢包 国防部处置失当 没想到引爆邱国阵怒火 还走下质询台要上前对质 拍桌子啊 你拍啊 你拍我拍啊 为什么不能拍桌子 何志伟质你不要这样子 先休息五分钟 赵伟罗志正赶紧出来打圆场 防疫视同作战 国会的纯枪舌阵 却先擦枪走火 记者战权力未成台报道